买个便宜货,花得更少,过得更好 各位朋友们好,欢迎收看斗手红小镖 那么前几天我在哔哩哔哩发了条状态 说我正在上海的保时捷体验中心 那附上的图片是一辆保时捷918 然后我当时说如果买不起918可以来玩一玩 当时很多同学感兴趣,纷纷私信我说 这个到底是怎么个玩法 那于是我就又跑了一趟保时捷体验中心 给大家拍摄了一下视频 来说一说这个体验中心 上海保时捷中心是用来体验保时捷的 基本不卖车 位置是在上海F1赛车场边上 这也是全球第六家保时捷体验中心 亚太唯一的一家 此前都是在美国欧洲开 所以非常不容易 日本的保时捷文化这么好的地方 它都没有体验中心的 那所谓体验中心呢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保时捷赛车的培训基地 在这里呢 他们希望你体验到保时捷车辆 除了安全气囊之外的所有能力 在大厅呢 你就能感受到一些保时捷的文化 比如他们会把卡雷拉GT 保时捷918 这些罕见的车型都给你展示出来 再来说一说培训啊 他们有很多培训 比如飘移培训 赛道培训 还有在内蒙古的冰雪培训 那我玩的是3600元的 90分钟718 911卡雷体验 那官方的名称叫Ignition 跟8800元的精准级的911全天体验相比呢 他们的项目都是一样的 那区别在于一个是90分钟 一个是呢开一整天 一个是三款车型 一个是911开一天 那越野体验比较简单啊 他们新建了一个越野场地 那主要呢就是体验卡雷的通过性 像没有走过炮弹坑啊 交叉轴的同学们 估计会觉得很刺激 能感受到车辆单侧轮子悬空 感受到电子差速所现滑 那场地的体验比较独特 首先有模拟冰道 Kick Plate 那这个装置呢 会让你在后轮通过的时候 随机向左或者向右推车身 让车身失控 那同时地面还是喷水的光滑地面 摩擦力非常低 你要通过及时的反打方向 保持车身稳定 如果你技术够好呢 焦点甚至会让你关掉PSM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保时捷的车身稳定系统来尝试通过 低摩擦环形道 那是一个非常光滑的地面 那教练呢 也会让你关掉PSM 感受到转向不足 以及车辆转向过渡时候 车身的操控 如果你技术够好呢 完全可以在这个低摩擦环形道 实现完美的飘移 紧急制动体验 相信一些同学没有体验过 先弹射起步到一定的速度 再大力制动踩出来ABS 同时还要控制车辆进行紧急变现 那这里就让你安全的试一试 我觉得这个功能 对于日常紧急状况避险非常有意义 绕装这个项目很传统 但是能取得好的成绩非常不容易 那最后呢就是赛道驾驶 它们有一条1.1公里长的封闭道路 可以训练你的走线 如何安全快速的出弯 那所有的一切都体验完了之后 在3600元的项目里面 还包含有一个教练的试诚 教练开着这辆V8的帕拉梅拉 让你在赛道上跑起来 让你看看行政轿车 也可以玩的这么狂野 需要提醒的是呢 保日捷这个体验中心的各种活动 是分级别的 那3600元的这个活动呢 基本上就是让你找到 你到底是喜欢哪一辆车 是718呢还是911 而8800元的这个培训呢 则是针对性的 针对你对911的驾驶操控 那它再往上呢 还有更贵的 更好玩的一些驾驶培训体验 比如说我这个8800元呢 它是一个精准级的练习 那再往上呢 高级别甚至大师级的话 会拉着你去上海赛车场 你的走线呢 跟F1大阳赛是完全一致的 在那里呢 你可以学到更多的 赛车的一些驾驶感受 虽然说中国的汽车文化呢 目前比较差 但是通过这样的企业的努力 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好了 这就是本期的多种呼吸标 希望你能喜欢 不要忘记订阅多种呼吸标 我还缺95万粉丝 就100万粉丝了 希望下一个粉丝就是你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